大家好 來到置富通的有機可乘 Dicky 我們經常說金融市場變化萬千 節奏有時很快 尤其是股市和樓市都和息息相關的 就是息息相關利息的息 今天我很開心可以再次請到偶長、前輩、好朋友 現在多了一個身份 就是我的學習對象 其實一直都是 趙博博士歡迎來 大家好 大家都認識趙博士 詳細集團的執行董事 因為我們有幾個情況 趙博士上次已經是半年前 半年前和現在 實際上太多東西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香港樓市又切辣 但美國減息的預期又不似預期 這麼多東西有變化 當然要請教趙博士來 請教一下 我想最近大家一定會留意到新聞 有一個樓盤在黃竹坑 又賣得很好 博士你們的樓底價 這個名字我真的覺得 改得實在是太好 因為太柔軟了 就是樓底 很喜歡問這個問題 平台有些說法 樓底價現在買到就可能是 但之前一兩轉買了另一盤 看到樓底價心裏有一點是樓底 你有沒有聽過這樣的評論 可能阿博士未必留意亡想評論 那些是少看的 不過我想也不需要樓底 大家最重要是買樓來說 都是自己住的多 你自己有需要用 需要住的時候來說 又不是一定要看價錢 我經常都說 如果買物業來說是自己用的 最重要是最方便自己 對自己適合的 舉例來說 是近你房屋的地方 或者是近你小朋友回學的地方 或者近你親戚朋友 一起住在一個社區的地方 這是最好的 千萬不要跟計較 我買便宜了幾十萬 或者我買貴了十萬八萬 我覺得那樣東西不是那麼重要 你自己最重要是解決自己居住問題 最重要是自己適合自己方便 究竟是什麼時候樓底 什麼時候牛底 那是好主觀的東西 我一直都覺得 比如我們賣樓來說 每次來說我們就跟回市場 我們覺得這個價錢 市場應該差不多了 大家都可以接受到價錢 推出來的時候 受歡迎前度來說會比較好一點 大家都看到 我們每次推出來的樓盤來說 相對來說 賣得出的比例都是高的 起碼七成、八成、九成、二十以上 比較好一點 如果你開一個樓盤來說 賣得兩、三成 真是我論到我還是牛底 不知如何繼續下去 輪到我們牛底下 所以其實如果買家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是 真的自己有這樣的需要 方便自己 這是最重要的 現在的市場來說 我覺得如果是真的自己自用的時候 都可以考慮入市 不是叫你馬上入市 就是可以看 為什麼呢 現在相對來說 現在的樓盤價錢都平了很多 還有發展商來說 他們的條件相對來說都寬鬆很多 你可以慢慢選擇 不是像以前 幾年前買樓的技巧 你還記得 二十年的時候 要去搶 可能搶幾次都搶不到 現在相對來說比較好一點 我覺得市場反而正常化了 真的大家有機會慢慢選擇 選到適合自己的 深水樓盤才去買 其實這是一個健康的市場 當然我們說不同的發展商 他們推盤都有他們的策略 你們就向來我感覺 那四個字就貨如輪轉 但剛才趙博士也說 算吧 物業的買家不要太跟跟計較 買了一點便宜 其實最重要是自住方便用得著 但對於香港人來說 對於所有買物業的人來說 他們都會覺得 我買了一層樓 這是我一個很重要的資產 當然不想買完就跌了 這個人之常情 趙博士我想問一下 因為上次跟你聊天 那時樓市未切辣椒 我記得你都呼籲過 其實都應該要切辣辣 因為過去葉周期的措施 現在明顯地處於樓價下跌的趨勢 好了 真的切辣辣 人們說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職陰德五讀書 我覺得賣樓時時機很重要 你們真的掌握到一個很好的時機 因為這次你一推判 就是在說全設立 但美國當時又未說 將減息預期推遲 你覺得時機最重要 作為一個發展商 你們是否把握得很好的資料 如果賣樓來說時機當然是最重要 舉例如你開盤時 碰巧加息 那你就真是… 對,就順順了 都順順了 所以時機相當重要 但我們一定看回整體 宏觀情況是怎樣的 上次跟Dabby談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政府差不多要切辣 那個時候也要的 所以我們當時開始 其實已經密合緊固 就說下一股盤推出的時候 應該用什麼策略推翻 我們一定會看回整體的市況 當時來講 香港自動相對來說都是低迷 也都是說銷售都是慢的 還有當時政府的一個調控政策 在去年開始 到今年的元初來講 事實上也都沒有再 沒有需要那個週期的措施 我們估計政府應該都要切辣 但當時有一部分的朋友 他都覺得你可能減辣 但我們看回當時的形勢來講 減辣是幫不了多少的 即是我們去年施政部的時候 已經減辣 看到效果沒有 成效好用 那個原因是減辣 只要人們仍然有個擔心 政府還有招數出 你切了之後 就沒理由這頭折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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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 大家放心很多 事實上也累積了一定的購買力 因為在週期措施時 很多市民是買不到樓 你一切完之後 無論在借貸方面是寬鬆了 印花稅方面也減低了 也沒有限制你買多少個單位 這方面是幫助市民入市的 所以我們覺得如果切辣的時候 市場起床一定會好 所以當時我們預計 應該有九成機會會切辣 所以我們當時是否留企股 開始籌備 亦預計到如果是一切辣的時候 市場反而會好 賣家都會很踴躍 所以當時我們計劃 一切辣之後就立刻安排推盤 但我剛才聽到趙博士所說的 就是正常化這三個字 我記得之前Dicky和趙博士都說 有一段時間 樓市刺激到緊張的情況是怎樣呢 就是撲幾次都入不了 或者Dicky所說 你在現場 10秒已經是黃金時間 10秒過了 可能變成已經浸好了 10秒選樓 我都選過 真的沒有10秒 在5秒就已經要選 但那是人生其中最大的決定 就是選了5秒 那是怎樣為正常化呢 那是最慘的 當你想選那個 又落空了的時間 只有這個 那你買不買 又買了後面 那一刻的壓力都頗緊張 不知道是否發展商製造出來 也不是 因為我們都是跟政府定的 就是抽籤你 你也來過 輪著次序一個跟一個 但當然 剛好你選得前 後面那些自然心急 所以比例來說 都是貧情洶湧 跟我們沒有關係 即是我們一定要叫人客 你盡量選 還有我們一定要最後人客 最後叫人客 我們才提到那個單位 但問題後面很多賣家 可能等得不耐煩 快點快點 他們是一路一路推移 即不是做生意走法 是純粹因為真的添牌 這就叫市場氣氛 其實是 事實上來說 如果有些賣家未曾可以即常決定到的時候 我們都說 不如你站在一邊 冷靜點考慮一下 等其他照片 起碼沒有壓力在 因為後面那邊當然是快點快點 擾亂了他 擾亂了他的心急 做錯決定 這個更加不上 所以我們通常如果他決定不到的時候 我們都說請一個代理的朋友 帶他在一間店 讓他真的想清楚 有些朋友來說 想完之後 回來的時候 他都決定買了 但趙博士你說正常化 現在這些情況就應該不會那麼容易再出現 但你覺得正常化的一個樓市的狀態應該是怎樣 我覺得好像現在 即是要買的時候 你是有機會慢慢可以選擇買得到 即是現在來說供應很多 即是你不用一定要買我們的樓盤 即是行家有很多樓盤出現 即是同區的都有 所以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反而你可以有得選擇 有得選擇才是老闆 有得選擇現在最好 所以基本上來說 現在幾乎每個星期哪個新樓盤出 香港有 九龍有 新界有 新界有 新界東有 西亞西有 即是很多地區都有 所以真的要選到自己 最適合自己用的 最方便自己的樓盤 特別九成買家來說 他們買樓都是自用的 自己住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他們不要受到一些代理 或者市場氣氛的影響 來迫自己買一個樓盤 最重要是選擇自己適合的 適合的樓盤 即是現在就可以自己慢慢選 選到正確為止 真是做樓盤 因為他們選擇多 每個星期都有新款 這個不適合就下一個 最重要是可以選擇 不過其實樓市都是跟整個經濟環境有關係 當在這一刻 香港大家覺得經濟是怎樣 或者未來的利率周期又會怎樣行 稍後回來再談 繼續回到至普通的有機可乘 Dicky剛才聽趙博士所說 其實買樓真的要看自己的需要 以及自己的要求是甚麼 但亦有另一個現實 就是我都要看整個經濟環境是怎樣 即是我的工作穩定嗎 我的工作又源自於整體經濟情況 其實現在環球的經濟情況 大家就看著美國就說 好像Dicky所說 上次我們半年前做節目 明明大家都還很樂觀地說 減息周期的一個開始 說減5次、6次、7次 但都都 譬如我們現在差不多5月了 反而就看到減息的月期 越退越後 一個經濟數據 就是令到現在覺得 美國可能今年 減息指是一次起兩次指 可能最快都要9月 當然這個是純屬市場期貨 但這個期貨是動來動去的 一個數據一出 所有的都變化了 當然一定要請教趙博士 你怎樣看呢 如果你說美國現在黑客的經濟環境 通貨膨脹 以至到它的貨幣偵測 是不是一如現在市場的預期 會真的有機會推遲 甚至減息的幅度也有限呢 如果真的的話 那就論盡了 因為在過去加息周期 香港銀行的最優惠利率 加息的時間是加不足的 即是減的時間也不會跟減光的 即是有P就未能動 趙博士你怎樣看呢 其實我上次都說 我自己預計就算美國 好像我們上次說 有機會減三次息 香港的減息機率也不會很高 原因就像剛才所說 我們家屬時沒有怎樣動 所以基本上來說 其實美國減息來說 我想最初一段時間 對香港整體的利率走勢 都影響不大 那麼美國的經濟究竟是怎樣呢 我覺得減息來說是遲早的 不過始終它有很多其他因素 無論是政治或經濟因素都要考慮 但他們最重要是財務方面要考慮 因為美國的國債是很多的 就算四分一的利率來說 都在說很多錢 如果它繼續不減息時 國債比的利息相對相當高 但當然美國來說 我們可以一直引錢來比 但現在很多地方都沒有原化 他不可以說很容易過往的 不停地引錢 他自己都覺得要做一個平衡 所以我看它減息來說 今年來說也會有機會 但是什麼時候呢 就看最近他們的口氣來說 就似乎七月的機會都不高 但是由於去到臨近大選的時候 始終經濟都需要有些刺激 有些衝擊 有些活力出來 我覺得今年有一兩次減息的機會 還有在這裏 但是這個一兩次減息 對香港的息口來說 有沒有大的影響呢 我覺得是影響不大 這只不過是他們減息 是可以設計到美國經濟 另外一方面來說 就是相信他們可以減低 他們的國債利息支出 這個是他們的目的 或者他們的目的就是這樣做 但如果說香港的環境 現在當下其實大家 除了留意着息口的變化 現在很多人說 經營狀況是不是很艱難呢 你覺得比起半年前 香港的市道 可能是零售 或者我們說的資本市場當中 活力是否在這裏呢 是 你是最前線的 那些客人來買樓那些 你就知道 那些客人租過商場 租過你們的寫字樓 你就最清楚了 因為我們買樓那些 一定有錢才來 那錢就不會來 所以我們不是真的 在買樓方面可以反映這麼多 我們有租房子 有商店 辦公樓都有租 事實上零售來說 零售是艱難的 那個原因是 租金其實都是比疫情前 都是減少了一些 但問題是他們的生意額 未追得到疫情前 所以零售來說 零售來說都是困難的 如果你說飲食業 餐飲業來說 基本上來說 你有沒有自己的特色 有特色的 我聽他們說 都做得不錯 如果你說普通的一個 菜餐廳 或者普通的一個快餐店 它沒有特色來說 吸引不了客人 就會很艱難一些 但百貨業經營來說 實際上都是困難的 或者整體經濟 都未曾完全復甦 只是一個很緩慢的步伐復甦 是否正在復甦呢 這個是的 一定是正在復甦 但是步伐相對緩慢 原因有一方面是 香港整體經濟活動是少了的 大家看看你們最熟悉的 IPO現在都絕不僅有 很膠著 上市的也很艱難 甚至有些還要自己 托著股價 希望不要跌破底價 如果IPO沒有 投行的裁員都很厲害 是呀 都絕對比落 那些私留 由於沒有IPO 沒有這些業務 時來說 都財聯 或者是 起碼沒有以前那麼風光 整體消費是少了的 所以香港經濟是慢了的 但相對 由於基層市民來說 由於香港也有一個 安全網在 政府也有一定的 還有一些縱緩 有公屋的照顧 基層方面來說 應該相對影響不是那麼大 因為香港通脹低 如果通脹高 對基層市民影響也大 但過往一段時間來說 通脹都是低 所以對基層市民影響不大 我覺得現在受影響 我自己覺得最辛苦的是 中層那班 即是那些經理級的那些 家人工又沒有什麼 年美花紅又更加少 身邊來說 博士好像在形容我這樣 即是 這個情況來說 我這次 耳目前香港的環境來說 反而是中層市民影響會大一點 你說是高層那些 基本上不是 影響有影響 但即使財富有損失 資產不少幾億都好 即使財富有很多億 所以他們 漠時在說自己 對 我們的影響不是那麼大 但基層來說 由於香港社會也好 安全網絡的傷害很強 所以基層市民來說 只要通脹不太高 他們都可以過渡得到 反而中層那些朋友來說 我覺得他們的生活壓力會大一點 其中港元與美元掛勾 對人民幣的購買力增加 北上消費成為一個趨勢 究竟趙博士 你覺得這個趨勢是逆轉不到 還是那些去深圳玩完兩轉之後 其實又在香港上班吃飯和生活 不可以每次都上去大賣場買東西 都不可能 你覺得香港的零售市 有沒有一個復甦的機會 其實我正如說 是你有沒有能否做到 在香港有一個特色出來 在內地來說 現在為何香港人上去 一方面是駕駛 駕駛物美 另一方面有一個新鮮感 最重要是他們的品牌多 選擇多 在香港來說 真的很抱歉 沒有什麼選擇 沒有什麼品牌 你走去各個商場 包括你旗下那些 都是一樣的 都是那幾間店 都是那幾間快餐 在內地來說不同 我們去深圳的商場來說 有不同的品牌在這裡 所以在內地現在很多品牌 來香港開店 有吸引力 所以你一定要有創新 香港過去有一段時間來說 好像沒有創新的動力在這裡 這個零售也是這樣的 我們沒有很多動力 其實可以有很多品牌出來 為何香港一個 這麼有創意 這麼有活力的城市 我們好像突然間沒有動力一樣 我覺得我們自己香港人 應該都可以爭取多一點 你的商場來說 是不是需要簽編一律是這樣 我們現在的商場是北美化 為何你去加拿大 美國都是行的 那些商場都是我家的店 都是那幾間店 所以這個來講 你問我不是很健康 那個原因就是 我需要這麼多商場 一個去完就行了 所以現在搞到 為何我們去深圳那裏 有一間什麼Club 原因就是走到去的時候 它有很多款式 什麼都可以選擇 你買的時候開心 有時候就算我有些親戚也一樣 都買了一些無謂的東西 為何他覺得有趣 他買回來香港完全沒有用 我說什麼有什麼用 他沒有用 那一刻受到刺激 這些是Apple們那裏最明白的 香港是沒有了那種感情消費 我們走到去的全部都一樣 在內地的商場來說 他們是很強調 有一個體驗性的消費 香港沒有的 有哪個商場有體驗性消費沒有的 有哪個商場有自己的特色也沒有的 那你怎樣做零售呢 我經常覺得創意就失去了 應該香港是更加有創意 如果香港的商場做得成功 這方面是相當重要的 無論是商場的營運者 又或者是做生意的朋友 都真的要想想一些想法 下星期同樣時間會請 趙國豪博士再跟我們聊天 HELLO 大家好 來到自負通的有機可乘 Dicky上星期跟一位博士談得很開心 我的偶像 因為他真的實話實說 有那句說那句 有碗畫碗 有碟畫碟 就教大家做生意 最重要是有創意 趙國豪博士再次歡迎你 趙國豪博士上星期教大家 創意最重要 賣樓看時機 我就學到這兩件事 但香港現在面對著很多不同的問題 不只是說大家沒有創意 不想做 很多政府政策要背後 譬如樓市政策 好了切辣 但做生意也困難 因為有交代 要走數 要計成本 所以很多事情 都不是那麼容易計算理想 還有一件事我留意到 商業物業的需求 客觀的事實 由居家工作文化開始 到現在 生意真的差了一點 投行生意又沒有工作 變成大的辦公室變小 中華般質如蔥 先請趙國豪博士 你怎樣看商業物業 這也是香港其中很重要的環 因為地產和金融息息相關 你怎樣看未來前景 是不是都不是太樂觀 因為空置率又很高 而很多行業都處於收縮狀態 有沒有機會熬過這個低谷 慢慢好一點 其實商業物業來說 最重要是它沒有實用價值 如果香港經濟好 大家開公司 希望降充營業 至於辦公樓需要的面積會增加多了 但自從疫情之後開始有家居工作 很多人覺得未必需要上班 但我們公司為例來說 我們做這些行業 不可以說是家居工作 原因是人人的接觸最重要 所以我們公司來說 沒有家居工作這件事 你家居就沒有工作 是這麼簡單 所以我們一定要上班 所以我們對香港辦公樓的 蓮育率都頗為了一點 如果自己問我一個人來說 我作為一個管理層來說 我亦都不太相信家居工作 如果見不到那個人來說 你都沒有辦法跟他有一個事業溝通 特別是我們要有眼線 有面相應 我們看到他覺得是同意還是不同意 同意還是不同意 如果純粹在視窗上看 看不到它是同意的 甚至很多時候它按下了 你都不知道它是否在做另一件事 或者未必那麼專心聽你說話 所以我自己的習慣來說 一定是看到那個人 我覺得交代他做事也好 問他意見也好 我也很安心一點 這是個人的工作選擇 但是相關於香港的辦公樓 或者商業樓面來說 我覺得這兩個很大因素 一方面來說 現在經濟是慢的 所以需求是減低的 我們有很多租客 租6000呎變成4000呎 原因是他沒有那麼多生意做 也沒有那麼多員工上班 因為他可能也有家居工作 沒有那麼多員工上班 所以租用樓面是縮了 香港新開公司來說 也沒有那麼大增加 反而我印象中也不是很多 主要來說是他用的面積收縮了 比例來說實際上 空置的面積會多了 這個看到一個現象 就會是很多 由於面積需要大關係 搬遠了 或者是覺得租金貴搬遠了 現在來說 由於 它需要面積縮了 它可以搬回來 又回到核心區 又回到核心區 租金貴便宜了 又回到核心區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回流 回到核心區 但是另外 所以在周邊的空置率會高 核心區來說 在廣告相對來說 暫時我們看到 接觸到的 都有百分之十 十鬆點左右 空置率會低 但如果是偏遠一點 可能是二十二十多 都有 但另外一個隱憂出來 就是未來的供應量相對 都是多 即使在核心區裡 你們都是長崗義期 美景的 你們美景的 雖然來說 大家都有競爭 我想租金也好 受價也好 都會有一定的壓力 趙郭士意思 是有少少洗牌 因為有些企業可能 需要面積小了 以前搬遠了 但現在可能可以搬回來 近一點 所以核心區 即是所謂物業 無論住宅也好 商業也好 都是最重要的 趙博士所說 其實經濟環境 現在是慢 還有活力方面不足 究竟有甚麼招數 可以攤回來 例如如如柳子 切辣後 明顯是活力攤回來 那就交頭多一點 尤其是一手樓 如果說零售那邊 或商業物業那邊 有甚麼可以做藥人攤回來 趙博士 其實現在政府都在做很多事 譬如商業物業那邊 政府都在外面 招商日資 譬如他們來說 家族辦公室 希望他們多年來香港 家族辦公室 他們有個投資 在香港的時候 香港的經濟活力就會好 帶動始終是一定要有投資來帶動 當然政府在各方面都在做很多事 政府其實工程都沒有停過 政府的投資 會投入來帶動經濟發展 我們以前讀經濟很簡單 以GDP發展來說 最要緊要有消費 投資 投資 政府開支 所以政府開支有 投資 我們在消費眼支也有 暫時我們相對弱了些 是消費的 即是擔心權方面 如果多些創造有利的條件 大家對於經濟前景要看好的 經濟信心是好的 香港的自然消費也會較多 經濟會慢慢恢復 我剛才也說過 香港經濟不是在衰退 香港經濟正在恢復 只不過是沒有我們希望這麼快 當然我們希望越來越快越好 但是由於外圍的環境也有影響 沒有這麼快 但其實政府在各方面做的努力 一路是希望推動我們GDP的增長 香港的增長的時候 其實所有香港人都會得益 當然招商引資的過程 都有些技巧要做一些準確審查 否則有時候都不知道 王子是否真的有實力 不過剛才一條博士都說 客觀的事實經濟數據 說失業率 說我們香港的經濟增長率 其實真心說真的不差 只不過可能觀感上高 大家市民大眾總是覺得 工作擔心可能會被裁員 心理上的壓力是影響的 看見數據真的正在恢復 這是事實 但其實這一刻是慢 不夠快 是否意味著 現在做生意的人 其實都要有一個心理的預期 還需要多守一段時間 我自己估計來說都要守 至少一兩年少不免 我自己的看法 始終來說 現在一定是政治大戰行星 我們在美國今年年底 總總大選之前 結果出來之前 都應該不會有很大的改變 這段時間一定要守 即使是新總統上場 也不會立刻改變 都要有一段時間 所以我覺得 未來一兩年 都要穩栽穩打 是不是悲觀 我完全不悲觀 只不過大家一定要接受現實 就是我們的復蘇 會相對緩慢 比我們希望的緩慢 但是不是很差 還是不差 我們相比其他地區 其實香港復蘇 已經是慢慢慢慢做得相當之好 只不過大家 以前希望 一通關之後 馬上回到以前 那樣東西暫時看不到 這就是要管理自己的期望 因為最初想著 只不過是一個COVID期間的事情 沒有了之後 就應該會 真的好像兩位所說 啵啵聲 不過這些啵啵聲 可能在兩年後才會到 以前是純粹經濟因素 COVID也好 以前SARS時候也好 現在不止 或者是金融海嘯的時候也好 都是一個經濟因素 現在來說是很多地緣政治 中美的博弈 地緣政治 這個因素來說 大家都沒有辦法預計得到 過往也沒有這樣的經驗 是我們怎樣處理地緣政治 特別香港一直以來 在這方面來說 事實上 我們處理地緣政治的能力是低的 始終敏感度都低 但現在實在太複雜了 全是複雜 又鵝烏 又以下 和伊朗又差了一隻腳 但是做生意怎麼做呢 貨餘輪轉 怎麼轉發呢 包括詳細集團的售流策略 未來對於經濟展望 投資市場展望 稍後再和趙國雄博士聊天 繼續回來自虎通的有機可乘 趙國士 剛才聽到你說 其實大家就要做好一個管理預期了 可能做生意的 你也要有心理準備一至兩年 我們才會比較快一點的增長 如果作為一個個人的投資者 因為每一次和你做節目 都有協士派的 除了樓市之外 大家最想知道 就是你股市方面有什麼 又可以給予我們 不局限股市 樓市 股市 債市 金市 商品期貨 衍生工具 甚至虛擬資產 甚麼都可以 趙國士 我想得了兩年後 他不知資產 我就不懂 雖然我買一些比特幣 以前賺過錢 不過膽勢 賺少許就買出去 趙國士 每樣都涉獵到 趙國士 真的那個預期 也要有一點管理 事實上地緣政治 是相當難估計的 亦都很樂觀 現在來說 似乎那個矛盾 越來越尖銳化 越來越尖銳化 是 比較難估計 總之大家盡量 保守一點 我會覺得會好一點 但是 有些事情來說 例如說回樓市 我自己覺得 由高峰期到現在來說 不是說我們的樓盤 即是香港整體樓市 整體 大概跌了兩成三成 這個是供應 有數據 有數據 但是再下不下 我自己覺得 下跌機會 下跌機會大 譬如我今天 舉例 今天入市 相對來說 都是穩陣的 因為下跌相對小 原因就是 大家的成本都在 再下跌的時候 最多不做 沒有供應的時候 所以自然的樓價 就會在下跌 樓底價 我們估計 到這個水位 應該都差不多 當然還有一部份樓盤 還未下跌 先等下跌 還有供應 這個可否分析一下 供應來說 實際上 為何我指到這個 單差勢 香港大部份的發展商 我們集團是有少許不同 但發展商來說 他們做的行業相對少 我們有些跟行家談過 為何你不便宜賣 他說 老趙 我賣完之後 我又是賣地 又是一樣的 所以他們除非 他們說我賣完之後 走了 不做了 他們說 都要做一些行業 又買了地 又建了樓 又是這些樓 他們永遠都拿著這些 那他們為何要便宜賣 所以每間公司 有自己不同的策略 不同的考量 反而我們集團來說 我們經燒的行業 比較多 我們的單線比較大 但也不是說 哪個好一點 哪個不好一點 只不過是 公司的策略不同 以及各個發展路向 都不同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如果他們 是可以 守得到這個位置 他們基本上來說 都是守著這個位置 就算將來供應更多 這個已經是他們的 落下的成本格 它不會再下降 再下降 就不做 不做就沒有供應 所以我認為 現在真的 整體樓市來說 在高峰度 假如下降到 如果計程度數 下降到兩成本三成 差不多 我們看回 現在的成本來說 土地成本來說 怎樣都四五千 現在的成本來說 至少五千 所以基本上一萬元 都走不掉 成本還要獲得 可能會高一點 但問題是 一再降到八千元 我寧願不做 所以我自己的看法 相對來說 應該是小的 經濟好些的時候 上升會大 這個是可以考慮 不是叫大家去買樓 這個是可以考慮 樓市分析就是這樣 去到這個價位來說 理論上也差不多 從供應成本 發展商的角度來看 就很可能來到這裏 差不多 因為現在的財務成本 都是高的 那要怎樣做 先說一下 之前兩次訪問趙博士 一語中的 就說納米樓至少跌三成 現在已經跌足了 所以趙博士的金石良言 和前瞻性大家要參考 再說一次 納米樓再跌 都沒有搞 建議大家考慮清楚 我不敢說不要搞 考慮清楚 那些需要居住的地方 那些太小 很多人經常跟我們說 酒店也是這樣 酒店也小 但問題是 酒店要住一晚 如果買個住宅 你住小 在那裏的時候 是有點不順 因為那個空間的壓力很大 所以我們怎樣 一直都反對 那些納米樓那些 那個原因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生活的時候 一定要有一個生活空間 在那裏 太小的時候 是不適合人家 長期居住的 你說去住酒店 日本的酒店 有些房間很小 就住一晚兩晚 沒有問題的 特別去日本旅遊 你根本都不是住 那裏就是回去睡覺 對啦 只是睡覺而已 最多開行李箱辛苦一點 如果你說在那裏生活的時候 你會覺得 空間的壓力很厲害 不過這畢竟 亦都跟香港當年的 一些樓市調控措資有關 因為借又借不到 所謂負擔成本的因素 令到部分發展商 建一些所謂樓價很小 而是所謂容易上車 以成為過去 亦都相信 發展商現在都不會再建 這類型 因為畢竟所有辣椒已經切完 所以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市場 趙博士剛才你說 可能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復甦 但畢竟始終發展商的成本 計算完數 都會影響他們未來供應 沒有利可圖 就不做了 所以應該會慢慢穩定下來 這是香港整體樓市的指負方法 樓市我的禮拜 股市就是你比我厲害 當然不是啦 趙博士 記得你曾經給那些股票提示 都相當準成的 所以我也想問一下 港股現在很明顯是 怎樣說都還是低迷的 不過 膠著的狀況 對 由低位都叫做 有少少谷底反彈止跌回環感 我以為高光猛盡 但面對著 減息的時間表可能推遲 也有少少獲利回吐的情況 怎樣看環球股市呢 我想環球就是 基本上來說 現在一枝獨秀就是美國股票 其他股票都不行 為什麼美國股票這麼一枝獨秀呢 主要原因 我自己的看法來說 它的資金太多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投資出路 你看美國現在是一直在搞 那些DI 高科技的東西 來來去去都是那七隻 七大天王 其他來說都沒有怎麼動 甚至我自己 以前最深愛的波音 現在都不行 那個原因就是 你看到投資 是側重在 某些行業 高科技方面來說 但這個主要 為什麼 因為他們那個 市場又大 一動的時候 那個指數 所以你不要只看指數 買股票 只看行增指數 或者 盧勤指數 就沒有意思 沒有意思 你要看那間公司 它的增長是怎樣 前一輪來說 有一隻高科技股票 發升得很快 結果現在是 跌得很大 應該是說Indesia 應該是說Indesia 我不要說 不要說明了 是個別的 很多朋友買了 現在是相關材料股 有些汽車很快 然後下降 那些是純粹 美國的資金市場太多 在投資那一類的時候 就炒起來 所以我看 外國股票 除非大家很熟 否則盡量 都是小店好些 因為現在真的看不通 我們看回香港股票 我覺得現在香港股票 很多隻都是超值的 我們看回它的NVV 現在來說 30% 三成 你的股價三值 那股價等於資產值的三值 那這些可以買 哪一隻我們不推介 留給你 那些 大家可以看回他們的年報 看回他們的資產表 看得到 有些真是很實在 我覺得這些公司去到三成 或者頂龍是四成 那是否值得買 如果你想買股票 我覺得是值得買的 香港經濟好的時候 這些一定是上去的 所以我們一定買股票 我現在看看資產值 是 明明是值10元 三元賣給你 你買不買呢 我就趕快買了 所以大家選股票買的時候 看回資產值 特別今時今日來說 最準確的選擇 都要看回資產值 這個就是趙國鴻博士 聖帶的投資秘笈 就是淡市 有什麼防守呢 就是資產值是一個很關鍵的 指標是怕的 你看回很多大公司 現在開始回購自己股票 為甚麼 因為超值 對股東的回報也好 會提升 對股東一定是很大的得益 所以我覺得這方面 大家都可以考慮一下 如果你說不買股票 我一直都說 上次都說 黃金也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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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黃金也沒有利息 沒有股息 但如果你說長期持有 我覺得都是相對穩定 穩妥一點的投資 減息週期 避險的因素 還有投資被動需求 ETF等等 都是其中一些因素 哇 趙國鴻博士 幾分鐘已經給了我們 2024年 下半年財經展望 多謝你 謝謝 大家交流一下 多謝志博士